直到网站平台建立网络暴力行为监测模型 就是通过分析用户的评论、弹幕等环节的异常行为 综合举报数量评次准确识别网报苗头 努力从机制上、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清理违法违规信息的基础上 针对参与网民暴力的账号 读出网站平台采取批量禁言 暂停私信等处置措施 防止网报升级蔓延 研判行为性质 对其中首发多发 煽动发布网报信息的账号 采取永久禁言、关闭账号等措施 对设限违法犯罪的 移交有关部门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